这个女人拿着十字架和圣经 对准了前面的女孩 随后女孩的身形像卡针一样抽动 目然间身体拔高竖胀 变成了长腿萝莉 迈着扭曲的布子 缓缓地向女人走去 等到小帅回家后 只看到满脸是血的妻子 她是镇上数一数二的木匠 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 名叫安娜贝尔 夫妻俩对其十分宠溺 小帅做了个别致的玩偶 哄女儿开心 这天一家人在回去的路上 车子意外抛锚了 小帅下车修理 一颗螺丝钉蹦了出来 安娜贝尔抱着娃娃上前去捡 突然从身后驶来一辆卡车 笔直地往前撞来 瓦毁人亡 失去爱女的夫妻俩 整天郁郁寡欢 于是 她们到处寻求偏方 只求能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 哪怕见一面 结果 真让她们成功了 女儿说 只要让她寄居在玩偶内 就能够永远和她们在一起 夫妻俩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从此 屋内再次多出了小孩子的嬉闹声 虽然不能触碰 但是妻子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起来 但好景不长 随着相处越来越久 妻子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女儿 而是一只恶魔 妻子拿起十字架 想要对付她 但是为时已晚 此时的恶魔力量 已经完全超出了她们的控制 妻子吓懵了 十字架掉在了地上 眼看女儿的身形拔高了树杖 长出修长的双腿 步履阑珊地向她走去 回家的小帅蹲到了房间里 传来妻子的惨叫声 急忙冲到房间里 妻子倒在地上 抬起头 满脸鲜血 她的半边脸已经全部毁掉 眼睛也被挖了去 小帅找来了牧师 将玩偶彻底封印在小黑屋内 十二年后 小夫妻俩将自己的房屋 改造成孤儿院 用来给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提供一个气息的港湾 对于这帮女孩子来说 这里简直大的就像一座城堡 阿珍也十分喜欢这里 并且这里对像她这样 腿脚不变的人来说 十分友好 有能够帮助她上楼梯的自动电梯 阿珍迫不及待坐上去尝试 兴奋之情异于眼表 当她来到二楼的时候 恍惚前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 在走廊的阴暗处 仿佛有什么人影 深夜 阿珍在睡觉前 听到门外有跑步声 从门风里递来一张纸条 阿珍疑惑地走出门 难不成是有人在恶作剧 她来到一个房前 地上还有一张纸条 写着在里边 平常锁死的门 现在竟然轻易被打开了 她魔震般地 打开一个衣柜门 里边赫然摆放着 那个圣人的玩偶 阿珍被吓到了 下意识关上了房门 但是等她转身后 衣柜门自动打开 阿珍有点慌 她再次关上门 丢力地拿起钥匙拧来拧 可是在等她转头时 门却再度开启 看着玩偶漆黑如墨的眼睛 十分圣人 她弯下腰 捡起一块布 扔了上去 阿珍准备离开 一扭头 却发现那个白布 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仿佛里边盖着一个小孩 一步一步向她靠近 突然白布掉落 里边什么也没有 阿珍跑回房 害怕地躲在床上瑟瑟发抖 第二天 阿珍找到了修女 并进行忏悔 说自己不应该没经过允许 前往上锁的房间 修女小心地提醒她 不能再有下次 不一会儿 修女便被小帅妻子叫了过去 阿珍透过门缝 听她们交谈得知 这家人曾经有一个女儿 阿珍看着墙上的照片 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和玩偶的合影 她将合影摘下 带到了自己的床上 细细端膜 发现照片中的小女孩 在黑暗中竟然眼睛冒着亮光 十分诡异 这时 隔壁空房间传来音乐声 抵不住好奇心的诱惑 阿珍再次打开门 走了进去 里边的唱片竟然自动播放 阿珍将其关闭 突然房门缓缓打开 小美走了进来 此时 玩偶竟然端坐在床上 好动的小美拿起一个弹簧枪 不小心扣动扳机 弹球正好射中玩偶 等他们转过头时 玩偶笔直的看着他俩 小美怂了 连忙走了出去 不长记性的阿珍 说自己还要看看房间的玩具 他来到一个模型房前 发现里边的人偶 和小帅女儿长得一模一样 当他将人偶放回去后 对面出现了一个人影 阿珍抬起头 发现小女孩出现在他面前 阿珍壮着胆子上前搭话 突然 小女孩一转头 露出了一张恶魔的脸庞 阿珍被一只黑手往后拖拽 挣扎间 手指在地板上 勾下了深深的裂痕 阿珍奋力地爬起来 跑向门外 坐上电梯 急忙下楼 但是 就当他快要到楼下的时候 电梯突然不受控制 开始自动上楼 阿珍手足无措 十分无助 他拼命抓住楼梯的把手 可是抵挡不住恶魔的力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离小女孩越来越近 但等他到楼上时 小女孩却凭空消失 难道危险解除了 下一秒 阿珍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转飞到空中 随后重重摔下 房间里边的人们 汤水如常 似乎听不见 门外所发生的一切 等阿珍被发现 已经是第二天 小帅给他坐了一辆轮椅 小女为了让他放松心情 将他带到屋外晒太阳 对他细心安慰 这时 屋内传来了叫声 小女前去查看 前脚刚走 阿珍这边就出现了异常 轮椅凭空震动 杂物间的房门自己打开 突然 一个人影出现在阿珍身后 他将轮椅快速推往杂物间 让阿珍狠狠地摔在地上 与此同时 恶魔再次爬来 他将阿珍压在身下 附身在他身上 大家听到颠叫声 火速赶往杂物间 打开门 却发现阿珍完好无事地坐在轮椅上 小美瞪大眼睛 察觉到异常 他找到小帅 主动提起那个玩偶和他过世的女儿 还将阿珍偷溜进他女儿房间的事情 告诉了他 就是重提 这让小帅勃然大怒 同时 他也知道 恶魔被放出来了 小帅拿着十字架前往屋内 里边传来女儿的歌声 他上前查看 发现那个曾经被他封印的玩偶 竟然端坐在餐桌前 这时 阿珍出现在他身后 他站起来了 慢慢地往后退去 剩下无尽的黑暗 和一双发亮的眼睛 小帅拿起十字架抵抗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处 只看他的手背一根根掰断 反转成了吓人的90度 随后十字架掉了 修女来到房间 只发现满脸鱼子的小帅倒在地上 他们联系车辆将小帅运走 夜晚 小美趁着阿珍睡觉时 偷偷地将玩偶带了出去 这一幕恰巧被起来上厕所的修女看到 她跟了出来 小美来到田野的古井上 拉开井盖 毫不犹豫地将玩偶扔了下去 但是 等两人准备回去时 却迟迟没有听到玩偶落地的声音 小美上前查看 突然 两只酷狗的手臂抓住她 就往古井里拽 还好修女及时反应过来 这才没有被拉进井里 两人连忙盖上井盖 飞速逃离 等他们回来后 发现玩偶静坐在沙发上 而阿珍已经不见了 修女拿起玩偶气愤地质问小帅妻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无奈 只能将之前复活女儿的事情 全部坦白 另一边 被附身的阿珍攻击着众人 用小刀划伤了他们的手臂 听到叫声的修女连忙赶了过来 让他们报警 自己则上楼寻找阿珍 打完电话的几人 听到小帅妻子的环间内传来响动 进门查看 面具摆放在柜子上 身后传来滴答声 转过头去 发现小帅妻子的身体被拦咬斩 钉在墙上 几人吓坏了 慌忙逃窜 跑到屋外 个子较高的小男跑到杂物间内 这时杂物间的房门突然关闭 将众人分开 这时 里边的稻草人自己动了起来 一只漆黑的大手 从稻草人身上找出 小男吓坏了 灯光木然炸裂 他找来梯子 安装好最后一个灯泡 小男守着最后仅存的那点光亮 他向后看去 什么也没发现 突然 一只大手从他背后 他捂住眼睛 仿佛这样恶魔就无法伤害他 没一会儿 一只手臂抓向他 还好只是同伴 小男在同伴的照应下 从窗户爬了出去 在屋内的小美 躲进了安娜贝尔的房间 慌乱想 他跑到那个小黑屋内 阿珍在外四处寻找 小美被吓得不敢出声 一扭头 发现玩偶正死死的盯着他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门突然被掀开 小美被拽了出去 阿珍将他压在身下 就当他准备动手时 修女及时赶到 阿珍扑向他 却撞到玩偶上 修女反手给他套上了佛珠 一把将他推到小黑屋内 等到警察赶到时 娃娃安坐在凳子上 阿珍却消失不见 几个月后 阿珍出现在一个孤儿院内 被一对夫妇所灵养 还给他带了一个娃娃 看过第一步的都知道 这个娃娃正是现实中的原形 十二年后 阿珍带着自己的同伴 将养父母杀害 隔壁邻居阿花被叫声所惊醒 故事结束 阿珍